第25题,第25题26题是提主 台湾赛岩的地方遍及台南四草、七谷、北门、嘉义县布袋等地 台湾传统的赛岩方法是采用天然日赛法 引进原料海水,靠强风、烈日、高温 将海水中的大量水分蒸发掉,最后收盐 若在最后结晶池阶段引入含岩重量百分浓度百分之二十八的海水 B预计收盐一百四公斤,是回答下列25、26题 第25题是问,关于以下四项叙述何者错误 A是问,需引入含岩重量百分浓度的百分之二十八海水五百公斤 那我们回到前面,我们的重量百分浓度是百分之二十八 表示一百公克的海水中呢,会有二十八公克的盐 那我现在要收一百四十公斤的盐,那换成我们的功克要乘以一千 那是我们的二十八公克的五千倍 五千倍,所以我所需要的水量也是一百公克的五千倍 一百公克的五千倍,那么就是所谓的五十万 五十万,去掉三个零 变成就是要需要的就是五百公斤 那这个单位是功克,所以这个迅速说需要引入海水五百公斤 这个迅速呢是对的 那么选项B,海水为混合物,所以没有固定的废点 这个是对的,海水是混合物,所以没有固定的废点 选项C,晒岩是利用太阳的热能将水分蒸发 故在湿度低通风高温的环境,晒岩效率较高 这当然是对的,我们就是要利用太阳的热把水分蒸发掉 所以呢,湿度低通风高温都是有利于我们的蒸发 所以选项C是对的 选项猪,海水也可以经由一般滤子过滤的方法直接得到食盐 这当然是错的 我们的盐分已经溶解到我们的水里面去了 所以呢,还无法通过我们的所谓的过滤法 像我们上课教的溶解过滤法的方式呢 把它过滤出来,选项猪是错的 25题问我们说 关于以下四项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海水也可以经由一般滤子过滤的方式直接得到食盐